83. 置業家居,向漁客簡樓無望搶購沙田大圍區內平價盤 2015年5月9日置業家居026-027居屋向漁客系列李偉航新居屋增多足小, 引發向漁客從頭二手市場尋寶, 而試次一年推出兩個新居屋盤的沙田大圍區內二手居屋, 平價屍樓,隨即成為回漁客搶購對象, 連帶作為鄰近區域的馬安山,也因而受惠。 試次沙田大圍區,就分別有兩個新居屋盤推售, 將於本月營購,分別為美營園及美柏園, 其中美營園位於香粉寮街及美滿里郊界。 比輪宮屋美田H,屬單狀式設計, 備有216伙,實用面積有445-451平方尺, 其市隻尺價為8454美元, 7折後的尺價為5918美元, 定價介乎223.09萬美元至285.24萬美元。 至於美柏園,則位於碧田街及美田路郊界, 在美營園對岸,同樣為單狀式項目, 提供288伙,當中73伙實用面積為371平方尺, 屬時次發售的五個新居屋中, 面積最小的護形,而餘下的215伙, 實用面積介乎442-447平方尺, 項目市隻尺價為8547美元, 7折後尺價則為5983美元, 定價由187.35萬美元至294.32萬美元, 屬為一低於200萬美元入場的新居屋, 但值得一提,因兩個樓盤均屬單狀式, 所攤分管理費的單位火數相對較少, 住戶有機會要繳交較高的管理費用, 美城縣中層394呎398萬美元 亦首置於沙田大圍區的新居屋, 位置上較倫近市區, 加上屬發展成屬的區域, 一直受到不少新居屋營購人士追捧, 但由於營購者遠超出單位供應量, 部分繳豬號碼較後, 因眾長無望,轉投二手市場, 由於同區的二手居屋, 甚至部分屍樓,售價介乎300萬美元至400萬美元, 與區內兩個新居屋的定價相近, 促使他們重回二手, 挑選合適單位作上車用途。 美聯助理區域經理譚澤成稱, 早前在新居屋簡樓順序公布後, 確實刺激區內的體樓量, 增加一至兩成, 但在於區內評價物業盤源不多, 部分客戶亦持觀望態度, 令新居屋向漁客交投量微酸活躍, 其中作為大圍區域滿居屋之一的美成縣, 比倫同區新居屋美拍縣及美營縣, 上月就錄得一宗新居屋向漁客入市個案, 威A 座中層陸室, 實用面積394平方呎, 以398萬美元自由市場價, 翼首,赤價10102美元, 據悉,原業主於2011年以200萬美元以保地價, 購入賬面獲利198萬美元離場, 至於同區居屋家田園, 早前亦錄得一宗向漁客入市個案, 世紀二十一期豐紛行經理張文康稱, 為A 座中層陸室, 實用面積469平方呎, 屬於房間隔, 物業放盤近兩周, 新近或新居屋向漁客, 以435萬美元自由市場價, 購入赤價9275美元, 原業主於1987年購入上址, 當時作價近25萬美元未保地價, 回樓客轉後馬安山區居屋入市至於同區的平價屍樓, 如金氏花園及金氏花園, 雖然售價稍高於新居屋, 但因配套完善, 依舊不伐捧場客, 譚澤成指出, 上月金氏花園就年六兩宗回樓客入市個案, 其中三座低層E 室, 實用面積340平方呎, 屬於房戶, 成交價460萬美元, 赤價13529美元, 原業主於2001年僅以118萬美元購入, 現時賬面大賺342萬美元, 持貨約14年, 樓價升幅達2.9倍, 另一中則為五座低層C 室, 實用面積314平方呎, 以435萬美元逆手, 赤價13854美元, 原業主於2010年以203萬美元購入, 賬面獲利232萬美元, 持貨約五年, 樓價升值約1.14倍, 買家恩新居屋簡樓撤序較後, 認為購貨無望, 最終決定回樓二手, 購入常述單位作上車之用, 除此之外, 作為輪近區域的馬安山, 同樣錄得新居屋回樓客入市個案, 錦豐縣 H 座中層一六室, 實用面積432平方呎, 永海景, 買家以400萬美元自由市場價, 購入自用, 赤價9259美元, 原業主於2008年以116萬美元居居市場價, 購入, 持貨如六年, 同樣位於馬安山的錦安縣, 更錄得同類型單位新高價, 中原高級區域營業經理許秋偉稱B 座高層三室, 實用面積401平方呎, 以420萬美元自由市場價, 沽出,赤價10474美元。 和鉤砧中采行該銖珠專家儊, 4902美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